也不能这么说 死了的杨莲左光斗 传守九边的熊廷弼 孤守皇陵的孙承宗 还有 宁远宁锦两次大吉的主帅 袁崇焕 也是个不肯向魏忠贤低头的主 不然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皇上 袁崇焕打退了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可是大英雄啊 温大人 看来皇上并无杀的魏忠贤没死 那魏忠贤仅仅仅是打包金银财宝 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还有 他那上千名亲卫 在大街上招摇过世甚是嚣张 皇上居然没有反应 自从皇上把客室逐出了宫 他的所有决策 就不在你我的掌握之内了 徐公公 温大人 温大人 那人是谁啊 他是皇上在新王府时的贴身太监 名叫徐应援 伺候皇上十多年了 净身之前他是一个赌徒 对了 他和魏忠贤交往甚密啊 他这也是见皇上去了吗 咱们看看去 杨大人 我看咱们先别进去了 就在这儿等着看看李梅的状况再说 老奴徐应援 叩见皇上 徐公公 快起来吧 谢皇上 徐公公 好久没有见面了 怎么样 新王府那边准备得如何 皇上皇后和娘娘们以及皇子公主们 在新王府时用的物件 都已经如数地运往了宫中 还有一些大物件 老奴正往宫里运着呢 这些个东西啊 已经是朕用顺了手的 已经生出感情了 徐公公一定要小心谨慎 切莫磕了碰了的 朕虽既为天子 可这西物的习惯 还是要有的 是 皇上仁德 为天下之垂范 徐公公来见朕 可还有别的事吗 皇上 老奴想为一个故人 再说两句话 为何人 还是要看着 为何人 想看着 我 是 也不想看着 我 为何人 我 你 我 你 魏忠賢 徐英元 你是知罪 皇上署罪 老奴知错了 老奴错了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老奴知罪了 老奴知罪了 你 皇上 老奴错了 老奴错了 你是徐英元 勾结权杰魏忠賢 面去官决 发配辽东 孙侄 皇上 皇上老奴啊 皇上 老奴错了 皇上 辽大人 魏忠賢必死啊 暇 爷爷 小的去给您买点下酒菜下酒吧 现在 京城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啊 千岁爷爷 皇上已经下旨了 要捉拿爷爷回京 除了调动了进军和锦衣卫之外 还下令 咱们府城周边各地 所有的公差和兵役 对咱们围追堵截 千岁爷爷 咱们被 咱们被包围了 看来 咱家这六十多岁的老头 竟然没斗过一个 乳秀未干的皇帝小儿啊 千岁爷 您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乖我喽 大意了 自以为是 害了你们 害了凤圣夫人 也害了我魏忠贤自个儿哦 千岁爷 咱们这离京城 足足有好几百里地 他们就算骑最快的了 也至少需要一天 可咱们这到海上 不过区区两三个时辰的路程 和我去 毛文龙 这毛文龙也是千岁爷爷的人 他生在岛上 又手握中兵 他必可保千岁爷爷周全啊 小学子 你哪知道啊 你以为现在 毛文龙 还会拿我当回事吗 我现在 是魏忠贤 不是九千岁喽 现在 以往 别人投靠咱们 那都是 为利而来 利没了 人也就散了 咱们现在要是去找他毛文龙 那可就得倒过来 他 他是爷爷 咱们得给他当儿子 当孙子 可是啊 我呢 当惯了爷爷了 当不了孙子喽 爷爷 学子啊 爷爷这时候想起一个人来 原重换 爷爷跟他比 如何呀 他圆门子 不过打了两场胜仗而已 跟爷爷比 根本没得比 百年之后 是记得他的人多呀 还是记得爷爷的人多呀 自然是千岁爷爷 小学子 啊 古往今来啊 像爷爷这样的 不在少数 不过 二十多岁 已经是屈膝生子 但是 有自公入宫的 爷爷 是第一个 混到了九千九百岁 爷爷 还是第一个 遍地造生辞 爷爷 也是第一个 大字不识一个 却能让那些 宏如三朝元老 对咱们俯首贴耳的 爷爷 更是第一个 是 人生一世 草莫一秋 活到这个份上 迟喽 来 为了这个破玩意儿 我绞尽了脑汁 连杀两人 如今 我连片娃也拿不走 我崔承秀拿不走的 谁都休想拿走 一样东西 也不给崇祯的小子留下 雪子 爷爷 给你准备了个箱子 箱子里边的东西 足够你卖房子置地 富富裕裕的 过完你的下半辈子 拿着那个箱子 走 走得越远越好 走得越远越好 千岁爷爷 你是不是不要小靴子了吗 月子 之前你跟着我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从今天往后 你要是再跟着我 那就只有镇府司赵玉 一条死路 小靴子不怕 千岁爷爷 小靴子不走 千岁爷爷去哪 小靴子就去哪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千岁爷爷 就是小靴子的青山 青山都没了 小靴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小靴子就算活着 也定不会有好下场 千岁爷爷 这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到了 小靴子不见就到不了那一步 千岁爷爷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行了 既然不走 那就起来 陪爷爷喝点酒 是 爷爷 爷爷打年轻的时候就好赌 但是这一辈子 拿自个儿就赌过两回 头一回 自攻卖雨 进了紫禁城 叱咤风云多少年哪 这第二回啊 就是现在 把自个儿逼上了绝路啊 说起赌来了 学子 爷爷 那俩骰子呢 学子 也许是掉到院里了 你上外边给爷爷找着去 是 爷爷 这一辈子 舍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对啊 这俩骰子 千岁爷爷从来不离身呢 千岁爷爷 成我者 魏忠仙 王我者 魏忠仙 老爷 老爷 我这是做什么呀 即便是被那小皇帝捉了去 未必也是个死啊 我要被那小皇帝捉去 恐怕连死 都难了 爹 爹 承兄 保不住你们了 你们都 自行了断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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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千尊爷 千尊爷 小靴子 小靴子是就来陪您来了 千尊爷 小靴子 小靴子又能伺候您了 千尊爷 小靴子 又能来笑见您了 千尊爷 小靴子 又能 给您 断茶 刀 小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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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有唐太宗之气概 唐太宗 小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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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宫中太平了 朕也该看看宫外了 诸位可知 辽东边是如何 剑州女贞日益作大 时时扣边 天朝不胜其扰 几位大人 你们可知道 此为何物 剑皇上名之事 此乃剑州皇太极 给我大明的吊贺国术 先生 您写这么多字 误出来那高人的称语了吗 东 清 海 先生 东京海是什么海 顺序念错了 是海东青 海东青 海东青是什么东西 一种鸟 萝莉 萝世界 萝京 是日安全稻 儿无性 虽然 瑟 而当可知他皇太极在给朕的国书中说了些什么吗 他在国书中自称大金国天聪大汗 而称朕为民国君主狂妄之徒一派胡言 他还说我大明与剑州乃兄弟之邦当勇士同好 皇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哪 齐齿大辱 朕定要扫平剑州收复辽东 诛杀皇太极 皇上圣名 朕要重新启用 宁远宁锦大节的主帅 元重唤 此为何字 请 海东青 海东青 元秀 海东青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我在辽东的时候曾经听人说过 这海东青啊是一种鹰 非常凶猛的鹰 可以成为鹰中之网 据说十万只鹰里面才能除一只海东青 那么海东青既为神 那么该有人供奉 元兄你再想想 是谁在供奉海东青啊 女真 正是 正是如今辽东叛乱的剑州女真 女真人狩猎为生 需要猎鹰 所以 她们供奉海东青为神 海东青也就是她们所信奉的神 那你刚才给我摆这个青字 又是何意呢 起先看到这个青字啊 本直以为 说的应该是元兄你的青政连结 但在细想 好像又不止于此 如今又查到这个海东青 与青字有关 具体是何意呢 本直也百思不得其解 是 魏忠贤这才死了几天啊 弹劾他的折子 就翻了好几番 书倒狐孙赛 当年这些人有几个没叫过魏忠贤 干爹亲爷爷的 就说那个顾炳倩吧 一大把岁数了 竟然恬不知耻的 要魏忠贤认他的儿子为干孙儿 哎 利欲熏歇 人凭龌龊 可我看皇上 竟然没有要整治他们的意思 百族之宠 死而不将 当前正是用人之计 尽管这个人品行不佳 也不得不用 千哥老 皇上急召元重患回来 也是为了稳定 撩动的鞭士 嗯 原重患出山 重长率阴 若是再打上一场圣仗 皇上圣心大悦 咱们的差事也就好办多了 所言甚是啊 来 来 梁大哥 朝中行事怎么样 皇上有没有下令彻查为燕与念 魏忠贤为妃作胆 他的徒子徒孙们都是报凶 要不是他们 杨大人 左大人 熊大人都不会死 世伯也不会去守皇陵 袁大哥也不会辞官回响 不出燕党余孽 天道何在 夫人 上至内阁六部督察院 下至各州府县 都有魏燕的人 向他表忠心 牵一发自动全神 所谓法不择重 如果真的彻查干净 各部几乎无人可用 皆使必定朝纲打乱 皇上也有皇上的苦衷 也有皇上 不 dropdown 皇上 您都一天没有用膳了 要不奴婢让御膳房再给您做点 皇上 时辰不早了 您早点歇息吧 这儿还有几份折子没有砍完呢 就不回寝殿了 可是皇上 这 朕让承机命 卓生元重患的事情 可有回应 尚未回话 再传朕的旨意 卓生元重患为兵部左侍郎 监督察院又赴杜御史 令旗 指道即行 是 这刑部和督察院 都查了些什么 御贤春 残害无数重量 罪名竟是过失致死 还有那些贪污受贵 卖官欲绝的全金 竟支出罚三五千两银子 皇上 这些都是刑部和督察院共同审理的结果 臣 臣 臣 亦汗言 王永光 臣在 朕命你接关此案 严加审理 绝不可玩乎之手 皇上 臣无德无能 无法担当重任 滚 滚 皇上 百族之宠死而不将 魏忠贤经营多年 其势力攀根错节 绝非一朝一夕便能了断的 审案的人 即便不是未言余孽 也不免心存顾忌 所以才有今日这种局面 那朕就亲自审理 朕倒要看看 这些个魏忍的余孽 到底有多大能力 当敢于朕一较高低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魏忍党羽 五标五虎 全部斩首 抄莫家产 其家人 刘放辽兮 男为奴 女为婢 崔承秀 开关录诗 刑部尚书 苏茂相 督察院 左督御史 曹思成 办案不立 彻职查办 钦此 梁某 梁某迟到了 温雄赎罪啊 家有娇妻 谁会舍得出门呢 温大人说笑了 哪有心思说笑我 怎么了 温大人 莫不是这朝中又有大事发生 皇上给你我二人一个差事 要彻查未焉余孽 此事刑部和督察院都办不妥 交于你我 怕又是内阁首府 钱大人的主意吧 这个钱龙兮 一向与我不合 他这是公报四仇 可如今 他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你我也奈何不了啊 这未言余孽 若是要彻底查住的话 那朝廷必然是兴风雪雪 你我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啊 这内阁还没进 却来了这么一个苦差事 梁大人 这皇上的意思 想必梁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温大人 你与当今圣上早有私交 且深得圣上的器重 此事交给温大人来主审 正是皇上看中温大人 海内有望 公正无私啊 放心 梁某 此事一定以温大人 马首是瞻 若是能借此事 搬倒了乾隆溪 温大人入主内阁 别忘了 提携梁亭栋一二啊 怎么啦 梁大人 你是要抽丝剥茧 游离世外呀 我可告诉你 现如今咱们两个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夫人 梁大人刚刚上楼 您这边请 好 对了 我差点给忘了 这种两难的案子 梁大人审理起来 可是手道擒来 轻车熟路啊 温大人此言何意啊 想当初你攀附魏忠贤 陷害孙成宗 又在暗中弹劾他原重换 这一石二鸟 可谓是高明得很啊 不过 若是孙夫人知道了此事的话 该做何反应啊 温天 你可威胁我 我梁廷洞 那是为了保安师的周全 迫不得已参与卫言 事与卫宜 我所行之事 皆无愧于心 行了行了梁大人 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若不是你把原成换写给孙哥老的书信 交给那魏忠贤 那孙哥老又岂能会定罪 梁大人 这事都做了 如今敢做不敢认啊 乔晓 他刚刚说的都是这种 夫人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远秀 还没睡呢 你怎么不睡啊 你不也没睡吗 睡不着啊 责任重大呀 真不打算回去 我何尝不想回到辽东 难道先生不想吗 可是恩师因我而入狱 想到这些 至今我依然耿耿于怀 先生跟你说实话吧 我对这个朝廷啊 真是失望透了 我冤重换 有信心战胜皇太极 却没有信心战胜朝廷那帮奸臣 有句话 本知不知当不当家 你我之间 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说吧 恩师如狱 必定与梁廷东有关 先生此话好意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来了 我为何不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诉师父 我不忍看他为此而痛苦 伤心 失望 谢谢夫人 不要再叫我夫人 若不是今天琪儿听到 我怎么都不会相信 我眼前这个如此新来的梁大哥 竟然能做出如此 奇事灭祖 今天有点在咬上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